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次ViuTV真的有共冠災難 因為眾所周知,MIRROR也有一個IG 但近來Chora出道完全令MIRROR壓下去 令MIRROR的粉絲很不滿 花姐也迫出來澄清和補獲 姜濤的粉絲也很生氣 在開始之前,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留言、點擊和讚好 每一條影片都幫我點點擊 提一提,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很開心 今次的事件是公關災難 很明顯 話說這件事是由ViuTV、Chora出道 女子女團出道 她的聲勢很大 不論所有網絡媒體、報章雜誌等等 也有報導 網上也說,這根本是內鬥ViuTV 就是MIRROR鬥Chora 那ERROR去了哪裏呢? 不知道 也這樣說 姜濤也會有微言 姜濤也會被比下去 在宣傳那裏 當然近來姜濤的新聞不斷 花姐也有關消息 我稍後會繼續跟大家跟進再說 現在MIRROR的粉絲說 現在所有焦點都落在女團身上 直至花姐對MIRROR管理不善疏於宣傳 誰知道事件再度惡化 正如王子華所說 沒有公關就吃什麼了 接著MIRROR公開在IG和MIRROR編輯的對話 指證MIRROR的IG編輯出現 甚串無禮 花姐也馬上出來補獲回應 在IG的動態上 代編輯道歉 希望平息頸粉的怒火 話說CORROR出道時 就沒有辦法了 一生不能藏而苦 所以MIRROR好像近來的宣傳比下去 所以鏡粉立刻在IG上 就表示不滿 直至MIRROR的IG編輯 在宣傳方面不夠樂力 經花姐調解後 編輯略有改善 無論是時態動態 出帖都比之前積極 但這件事還未斷 大件事發生 話說剛剛姜濤等人 出席劇集 在櫃前賽的記者會 MIRROR的IG編輯 立刻在IG上發文 一則就叫大家看Facebook Live 另一則就說 櫃前賽的訪問 讓大家留意報道 這兩個限時 就成為鏡粉 再次攻審的編輯 導火線 原來 和IG編輯的對話 鏡粉對於這個編輯 叫自己看Facebook Live 表示不滿 覺得這個編輯的表達方式 很有問題 編輯的回憶也很囂張 對於鏡粉的提問 和之前IG編輯 是Summer Intern 提議編輯去參考去年的動態 如何吸引更多的追蹤 誰知道這個編輯 就回應鏡粉的IG 建議如果喜歡看舊的資訊 記得去記錄下它 隨時回味 然後也繼續均勢 記者會的作用是對外發表資訊 如果你在這個項目看到有資訊 我可以和公司反映一下 MIRROR不用出席活動 只是在IG發佈 應該合理的心意吧 這就是MIRROR IG編輯所說的 對話就被公開了 鏡粉一致認為 這個編輯的態度非常惡劣 的確是很惡劣 老實說 IG還IG 電視公佈還電視公佈 記者會還記者會 報章雜誌還報章雜誌 YouTube還YouTube 那你當然要全部發放資訊 等於如果我做一段影片 原來開一段影片就說 各位高登仔的粉絲 你好 今天我是要講這個 花姐公關災難 但大家去花姐的ViuTV看 拜拜 那就不行了 這些就是同一個態度 說真的我要資訊 我當然要去你的IG看 你要我去你的IG看 你叫我看Facebook 叫我留意新聞記者會 那我需要去你的IG看資訊 就是因為 為何現在有這麼多媒體 就是讓大家有不同的渠道 都得到資訊 不是所有的聯絡媒體 就叫你去我的媒體看 就是不知所謂 身為MIRROR的經理人 花姐見群情洶湧 就馬上撲出來救火 亦都在IG出煲代為道歉 花姐就這樣說 編輯其實很想做得更好 以後會注意多些表達方式 雖然是這樣 她的回應都不太恰當 是編輯的錯 都是我的責任 我代編輯和大家道歉 我們會再做好一些歌和IG 令大家更了解MIRROR 其實呢 花姐照顧MIRROR和ERWA 已經很忙 她一直都很重視大家的粉絲 這位這樣編輯 就不知道她有沒有得 留下來被人解僱 另外呢 花姐也是為GIRROR和護航 好像之前那段影片就說 因為她現在一個新的住所 在沙基灣那裏 就公開了 被人跟蹤 被人騷擾 所以花姐就希望 藉著IG 和大家粉絲 或者所有人說 給姜濤 不要再騷擾 這就是另外一個提話 我怎樣看呢 高登仔 其實這件事 應該還要後續 因為我覺得 ViuTV的公關 在大圍上 是做得好的 但是在這些細節的位置 不知道是否不夠人手 不知道是否不夠 請這些專才 因為老實說 我知道有很多公司 會請一班team 專門管理 IG Youtube Facebook 甚至是Twitter 會有不同的區別 因為你玩IG和Facebook 和YouTube 是不同的區別 或者要發放一些資訊 和一些渠道 或者一些方式技巧 亦相對不同 當然 你說ViuTV 這麼大的公司 我又覺得很不明白 為何請一個比較專業 你不用每個頻道請一個 你請一個 應徵到一個 可以管理所有的網絡媒體 同一時間發布消息和打疫 我知道 所以 他一定要獨立找一個人去處理 例如MIRROR自己 找姜濤為例 他自己的IG都出得很密 我相信是姜濤自己出的 未必應該 如果我看現在這樣的細節 他連MIRROR官方的IG都管理都這樣 我相信 所有MIRROR自己成員的獨立IG 是他們自己管理的 應該不關ViuTV的事 所以這件事 正正可以反映出 ViuTV 對於網絡媒體的管理有些不善 而且真的要改善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已經全部是網絡媒體化 不是說開記者會做得好 你要在不同的電子媒體上 都發放到訊息 讓粉絲和大家知道 這樣才可以繼續令MIRROR 或者自己MIRROR 或者女團 可以在曝光錄上做到 因為老實說 現在相對人 都多了很多看網絡媒體 如果這件事搞不好 我希望這件事吸取教訓 如果它搞不好 我想以後的公關災難會陸續有來 所以我也奉獻花姐一句 我想你要正正式組隊 去負責管理這些網絡媒體 所以你不要盼望 找一些兼任去處理 我相信可能有機會是兼任 可能這個人 就是負責ViuTV 裡面一些另外的行政 但可能兼任管理 YouTube、IG等等 這些事情要小心處理 因為其實玩這些事情 真的要一些比較專業 和懂得玩的人士去處理才行 所以希望花姐 經歷過這次這件事之後 就認識到網絡媒體的威力 和大家粉絲很多時候 都在網絡媒體 很積極地去看資訊和背影 所以在這方面的發放招式 是需要做得更加好 好 我高燈仔今天就分析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我的主頻道 和發放我們多些資訊 給其他新的人去看 亦到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訂閱我的頻道 和點擊讚好 我希望在日後 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 發放多些正能量和YouTube的資訊 好,多謝各位 大家好,我是高燈仔 今次ViuTV真的有共貫災難了 因為眾所周知 MIRROR也有一個IG 但是近來Chora出道 完全令MIRROR壓了下去 令MIRROR的粉絲很不滿 花姐逼迫出來澄清和補獲 姜濤的粉絲也很生氣 好,在開始之前 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10個頻道 留言、點擊和讚好 每一條影片都幫我點點擊 提一提 去我的後備頻道 在這部Golden Boys Live 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很開心 今次這件事是公關災難 很明顯 話說這件事 其實由ViuTV Chora出道 女子女團出道 它的聲勢很大 不論所有網絡媒體 報章雜誌等等 都有報導 網上也說 這根本是內鬥 ViuTV 就是MIRROR鬥Chora 那ERROR去了哪裏 不知道 也這樣說 姜濤也會有微言 即姜濤也會被比下去 在宣傳那裏 當然最近姜濤的新聞不斷 花姐也有關的消息 稍後會繼續跟大家跟進再說 現在MIRROR的粉絲說 所有焦點都落在女團身上 直至花姐對MIRROR管理不善 疏於宣傳 誰知道事件再度惡化 正如王子華所說 沒有公關就吃什麼了 接著MIRROR公開在IG和MIRROR 即IG編輯的對話 指證MIRROR的IG編輯出現 甚串無禮 花姐也立即出來補獲回應 在IG的動態上 代編輯道歉 希望平息頸粉的怒火 話說Chora出道時 沒有辦法 一生不能創二苦 所以MIRROR好像最近的宣傳比下去 所以鏡粉就立即在IG開啟 表示不滿 直至MIRROR的IG編輯 在宣傳方面不夠耐力 經花姐調解後 編輯略有改善 無論是時態動態 都比之前積極 但這件事還未完 大件事發生 話說剛剛姜濤等人 出席劇集《季前賽》 記者會 MIRROR的IG編輯 立即在IG發文 一則叫大家看Facebook Live 另一則叫季前賽訪問 大家留意報道 這兩個限時 成為鏡粉再次公審 這個編輯的導火線 原來 尋向ViuTV表示不滿的IG 的帳號發表 原來好愛 原來做人真的不可以沒有PR 為題出席劇集中 公開跟MIRROR的IG編輯的對話 鏡粉對於這個編輯 叫自己看Facebook Live 表示不滿 覺得這個編輯的表達方式很有問題 編輯的回憶也很囂張 對於鏡粉的提問和之前IG編輯 是Summer Intern 提議編輯去參考去年的動態 如何吸引更多的Follower 誰知道這個編輯回應 鏡粉的IG 建議 如果喜歡看舊的資訊 記得留意 隨時回味 接著也繼續均勢 記者會的作用 是對外發表資訊 如果你在這個項目看到有資訊 我可以和公司反映一下 MIRROR不用出席活動 只是在IG發佈 應該合你的心意 好了 這就是MIRROR IG編輯所說的 對話 就被公開 鏡粉一致認為 這個編輯的態度非常惡劣 的確是很惡劣的 老實說 是吧 IG 就還IG 電視公佈就還電視公佈 記者會就還記者會 報章雜誌還報章雜誌 YouTube還YouTube 那你當然要全部發放資訊 等於如果我做一段影片 然後原來開一段影片就說 各位高登仔的粉絲 你好 今天我是要講這個 花姐公關災難 大家去花姐的ViuTV看 拜拜 那就不行了 這些就是同一個態度 說真的 我要資訊 我當然要去你的IG看 你要我去你的IG看 你叫我看Facebook 叫我留意新聞記者會 那我需要去你的IG看資訊 就是因為 為何現在有這麼多媒體 就是讓大家有不同的渠道 都得到資訊 不是所有的 聯絡媒體 就叫你去我的媒體看 就是不知所謂 好了 身為MIRROR的經理人 花姐見群情洶湧 立即撲出來救火 亦都在IG上代為道歉 花姐就這樣說 編輯其實很想做得更好 以後會注意更多表達方式 雖然是這樣 她的回應都不是太恰當 是編輯的錯 都是我的責任 我代編輯和大家道歉 我們會再做好一些歌和IG 令大家更了解MIRROR 其實花姐照顧MIRROR和ERWA 已經很忙 她一直都很重視大家的粉絲 這位編輯這樣倒 不知她能否留下被人解僱 另外花姐也是為GIRROR和護航 好像之前那段影片就說 因為她現在的新住所 在沙基灣那裏公開了 被人跟蹤被人騷擾 所以花姐就希望 藉著這個IG 和大家粉絲或所有人說 給姜濤不要再騷擾 這就是另外一個提話 我怎樣看呢 高登仔 其實這件事應該還要後續 因為我覺得ViuTV的公關 在大圍上是做得好的 但在這些細節位 不知道是否不夠人手 請這些專才 老實說 我知道有很多公司 一會請一班team 專門管理IG Youtube Facebook 甚至是Twitter 那些 他們會專業如何出帖 如何引發追蹤 甚至有更好的公關媒體 會幫助明星 IG 就一個人管 Facebook 就一個人管 Youtube 就一個人管 Twitter 就一個人管 有不同的區別 因為你玩IG 玩IG 玩Facebook 玩Youtube 是不同的東西 他們要發放一些資訊 和一些渠道 和一些方式技巧 亦相對不同的 當然 你說ViuTV 這麼大的公司 我又覺得很不明白 為何請一個比較專業 你不用每個頻道請一個 你請一個 應徵到一個 可以管理所有網絡媒體 同一時間發布消息和打疫 我知道 所以 一定要獨立找一個人去處理 譬如MIRROR自己 用姜濤為例 她自己的IG 都自己出得很密 我相信是姜濤自己出的 未必應該 如果我看現在這樣的小 她連MIRROR官方的IG 管理都這樣 我相信 所有MIRROR自己成員的 獨立IG 是他們自己管 應該都不關於MIRRORTV的事 所以這件事 正正可以反映出 ViuTV 對於網絡媒體的管理 有點不善 而且真的要改善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已經全部是網絡媒體化 不是說 開記者會做得好 就行 你要在不同的電子媒體 都發放到訊息 讓粉絲和大家知道 這樣才可以繼續 令MIRROR 或者自己 MIRRORER 或者女團 在曝光錄上 會做到 因為老實說 現在相對人 是多了很多 看網絡媒體 如果這件事 搞不好 即是我希望這件事 吸取的教訓 如果它搞不好 我想以後 公關災難會陸續有來 所以我也奉獻花姐一句 我想你要正式組隊 去負責 去管理這些網絡媒體 所以 你不要盼望 找一些 好像叫做 兼任去處理 我相信 可能有機會是兼任 可能這個人 就是負責ViuTV 裡面一些 另外一些行政 但可能兼任管理 YouTube Ig等等 這些就要小心處理 因為玩這些事情 真的要一些比較專業 和懂得玩的人士 去處理才行 所以 希望花姐 經歷過這次這件事之後 就認識到 網絡媒體的威力 以及 大家粉絲 很多時候 在網絡媒體 都很積極地 去看資訊 和背影 所以在這方面 發放招式 是需要做得更加好 好 我高登仔 今天就分析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 訂閱我的主頻道 以及發放更多的資訊 給其他新的人 去看 亦到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支持我的頻道 以及點擊讚好 我希望在日後 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 發放更多的正能量 以及YouTube的資訊 好,多謝各位